男子匆忙走进警局要来拿遗失物 一看到圆巾手中的金项链 当下的心情只能用感动来形容 约以为不小心丢失后就再也找不回来 上个月陶渊明灵性男子外出时 把原先戴在身上的金项链弄丢 而这条项链重六千约值四万元 是妻子特别买给他的礼物 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因为当天有到医院健康检查 曾取下项链放进口袋 交际如分的他只能沿着当天去过的地方找一遍 但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仍没有看到项链踪影 因此决定到派出所报案 把希望寄托在警方身上 原警根据遗失物特征逐一比对 结果发现一个月前 有民众在逃鹰路上捡到金项链 发现颜色还有重量等相关资料 都符合灵性男子所说 立即通知该民众前来认理 失而复得让他非常高兴 并谢谢警方协助 灵性男子一接获通知 立刻到场确认 而他一眼就认出就是这条项链 11号还特别回到派出所道谢 其警方收到疑失物 如果上方没有当事人资料 一般就会在内部资料库建党 得到有人报案再一一比对 万一弄丢东西苦苦找食后 也没有下文 就可以到派出所一趟 搞不好已经有好心人士帮忙送过去 TVN新闻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